像这样的安装的反攻几率几乎是99% 除非业主是这么要求的 对面那个楼看到了吗 干活本来是在那干 然后没有填车的地方 这是一个摘测场 看到这 这个90的 这个1米的 昨天过来把这个包装都拆开了 拆开了但是不知道哪个往哪个卫生间装 两个卫生间 等联系到工长的时候已经11点了 一上午的时间都浪费了 关键还有马桶跟花傻也没装 是因为啥了 1米46 1米46像这种情况吧 人家设计了这儿设计了马桶 这边设计了洗澡 它为啥就不能装呢 其实可以装呀 不影响 马桶的长度是70公分吗 70公分左右 一半的空间洗澡 本来它就不是同时使用 怎么会空间小呢 也不小呀 我感觉它挺小 你看它距离 这么小 这一块设计的是洗脸棍 这边放个洗衣机 到那边盖身份里里面放了个马桶 放了个花桑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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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已经干完了 看着垃圾这么多 这些东西也不能扔 因为都是纸箱子 也许业主可以去卖钱 然后把它都收落到这里就行了 几十块钱是有吧 这些应该是木工设的 这个不归我们管 关于看视频呢 大家到底是喜欢长视频 还是短视频呢 像我们刚才拍的 应该就属于短视频 就这么快 打几个箱子 花花全部都装完了 我个人为什么喜欢拍长视频呢 我觉得长视频它有营养 里面有一些价值 比如说同行了 或者是感兴趣的人了 从中能学到东西 就拿客户家这个电视来说 这不是我装的 是我也不知道是谁装的 但是我从进到这个房间以来 第一也就看出它的问题所在 这也是我们分享长视频的意义所在 基本上看过我安装电视的 看过几个视频之后 大概就有一个方法了 应该第一步干什么 第二步干什么 电视怎么调平 按多高 这些基础性的知识呢 全部都有 我刚才裁下来一条等宽的 就是箱子上面的这个纸板 我靠在这 让大家看一下这个电视的问题 很明显就能看出来 下边是宽 上边是窄 而且差的还很多 最少相差有三公分左右 这就说明了一个问题 背景墙肯定是垂直的呀 电视装的 向这个方向趴了 从电视的背面 我能看出来呢 它是一个普通挂架 也不是伸缩挂架 然后它是膨胀螺丝出了问题 膨胀螺丝呢 没有完全砸进去 那个管还在外边漏了 差不多一公分 所以导致这个电视呢 向前倾斜了 像这样的安装呢 反攻几率几乎是99% 除非业主是这么要求的 像这种情况呢 主要是因为什么呢 第一可能是一个新手师傅 经验不足 第二就是那种粗心大意的 不注重细节 其实干活吧 谁都能干 细节 细节细节细节绝定成败 其实这也是我一直以来拍中视频的一个目的所在吧 毕竟我们都是农民工呀 社会底层呀 赚钱都不容易 每天出来就是辛辛苦苦 赚个几百块 在这个过程中呢 还不能出现任何问题 你比如说打坏一个孔 导致整个背景墙开裂 怎么办 要赔偿 所以说分享这些知识呢 是很有意义的 可能对于卫行来说 这个东西没什么 对于一些有经验的老师傅 拍这些视频都是扯淡 但是对于一些真正想要学习或者进入这个行业的人来说呢 我觉得是非常有意义的 好了 本期视频呢就拍到这里了 也感谢一些老铁一路以来的支持 感谢 拜拜